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孤庭花来介绍孤庭花 孤庭花 喇叭花 百合花 孤庭花为石蒜科 百合花为百合科 百合花它的叶片是披针形状 孤庭花为格子带状的叶子 比较正统的孤庭花 孤庭花大多数是来自荷兰 澳洲 以色列等地 它是经过四万棵的孤庭花 研发出来再有四十名专业评审 研选一棵在命名自策 孤庭花它的珍贵有它存在的地位 正统的孤庭花大致上它大花要公整 小花要细拌 大花重叠 它不可以有缝隙 细拌的话不能有重叠 它的颜色要浓厚 要比较纯 红白要昏明 色泽要均匀 它的花瓣厚度不能透光 花形 颜色要一致 不能有异样 因为在铺柱会场 才能显示它的庄严 它的花感要过粗 然后要过长 它的花瓣 单瓣为六片 重瓣为十二片 十八片以上的 它的花纹 线条 颜色 形状 要有规律 均匀 工整 一致 品种A维 要有六年以上稳定性 台湾的菇亭花 早期 大约在1990年代 由茶花瓣 瓣虫类 进口商引进上千种正统品种菇亭花 在花瓣 称它为大师名号 在台湾 花卉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陆续 有多家进口商引进 经购 自己改良 也有很口观的品种展现 各家的经营方式都有不一样 像在宜兰 九雅 菇亭花 它还原花 数千种的品种出来 所以 在云林一带 也有种植数公顷的菇亭花 台东等地 现在已经普及在台湾各角落 菇亭花的盛行 内行是看棉道 外行是看热闹 在台湾 已经形成一股追发风 因为个人的嗜好不一样 各家的进口商 它研发出来 经营的方式都有不同 让消费者来选择 菇亭花 它的命名 在国外是经过研发出来 经过评审 命名 然后再制作 在台湾是经过进口商 直接以中文来命名 台湾 民贵的花费 于是会走向英文 中文标示 免得消费者有不必要的纠纷 菇亭花 是看个人的喜好 在台湾 也有自创研发出来的品牌 已经有到一定的水准 Royou Melon 它是佛兰的花 它叫黑天龙 这朵花 它可以大到20公分 它是非常的有名 黑天鹅 黑色的黑 天上的天 鹅 鸡鸭鹅的鹅 它全部属于深红色 很漂亮 而且是非常的有名 Ros Sabidos 这是侯兰的花 叫柳叶玫瑰 这是丹瓣的 它这个花非常的少 非常的特别 它是属于比较细伴 它花朵非常的细 也非常的稀少 柳叶玫瑰 柳式的柳 叶子的叶玫瑰花的玫瑰 很特别 M 它叫艾曼 它是来自佛兰 它属于丹瓣 它的花瓣比较粗 它是混红的 混红跟混红色 它这种 大约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种是比较浅的 这种是比较浅的 颜色 它花瓣比较大 这种是比较深的颜色 艾曼 曼德拉 它是曼德拉 是南非总统的名字 曼德拉 它属于深红色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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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布 柳斯 它是来自于荷兰 它是偏红色 它属于丹瓣 花朵偏大 它偏紅 那不若絲 小明星 這朵花很小 很特別 歌星影星的小明星 他 非常的小 他是來自於荷蘭 它是橙色 條狀 單磅 這朵花藏在草叢裡面 被我們找到的 這朵花很特別 很少 又很小 TELA MISTITA 它是叫神臂大帝 它來自於喉蘭 單磅 它屬於橙色的 這朵花整體看起來 很一致 很有條理 很漂亮 神秘大帝 非常神秘的神秘 大小的大 地上的地 神秘大帝 這朵花叫MISTITA 它叫霧 來自於荷蘭 它是粉紅白邊 單磅 這朵花是粉紅條狀 它是淡淡 它是白 外面有白邊 這朵花 花斗 很大 很漂亮 今天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